美国回来 六年前美中合作促成巴黎气候协定 但这样的合作今年恐怕很难看到 拜登政府认为在合作且竞争的美中关系中 气候议题是可以合作的 只是这也造成拜登政府内附的矛盾 气候变迁特使凯瑞属于鸽派 希望能和北京有合作空间 而鸽派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认为 北京对台湾的威胁 对香港民主的打压 对新疆的种族灭绝 以及在经贸网路安全上的作为 都不能让步 美中敲定年底拜登习近平视讯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返回大陆 美中军事贸易展开对话 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叶伦的通话 也被北京形容为务实坦率有建设性 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为了台湾议题 频繁隔空交火 但种种迹象显示 双方努力寻求维持稳定关系 TVB新闻黄松普尼佳辉 美国华府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